吴亦凡与赵丽颖合作本来是喜事,为何两家粉丝却闹得不可开交? 吴亦凡与赵丽颖最近共同演绎的单曲MV想你发布,歌词曲全部都是由才子吴亦凡完成, 轻快凝朗的旋律,配合温柔声线和个性说唱,歌词也是甜蜜道好。 吴亦凡还与赵丽颖此前曾一起参加某综艺节目, 节目中两人组成CP,互动画风搞怪,这首歌曲小便也听了,很好听节奏朗朗上口, 结果有一些热心才华粉带节奏,说Cut发自己跟凡凡的Cut还让大家下载, 本来充其量也就是为偶像作品热身推广,后来就是两家粉, 不知怎么回事撕得不可开交,闹到现在也并没有消停, 其实两人是合作,又不是谈恋爱,两大流量联合完全是双赢, 结果呢,信不信他们双方的竞争者,躲在背地里有多开心, 并且,如果这的有负面效应出来的话,这是对女方的影响并没有男方大, 说白了赵丽颖不是唱歌的,对她事业有很大影响吗? 她不太care,爱豆发歌,做粉丝的应该做什么? 买歌,打歌,推荐,这才是我们要做的,粉丝里吵架互瞎的戏精能免则免, 歌词,想你想你想你想着你,记住你的气息, 男,看着你的照片,不知过了多少时间,害怕模糊了视线, 吴亦凡与赵丽颖合作本来是喜事,为何两家粉丝却闹得不可开交? 女,我和你的关系,即使这世界充满猜疑,我却只在乎你只想和你, 吴亦凡与赵丽颖合作本来是喜事,为何两家粉丝却闹得不可开交? 和,想你想你想你想着你,记住你的气息,隔着遥远距离 吴亦凡与赵丽颖合作本来是喜事,为何两家粉丝却闹得不可开交? 吴亦凡自己都说了,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排力,总在想我身上,反而忽略了自己的人生, 这是我最害怕的,我连自己的路,都走得磕磕绊绊的,负担不了你们的人生 我最担心的是你们现在做的事,会让长大了的你们后悔 我对自己的人生有很多规划,三年,五年,十年,二十年 我希望你们将来也能有一个让自己舒坦满意的人生 我希望你能有一个让自己舒坦满意的人生